欢迎大家收看黄金屋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亚信的故事》 那时候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呢 就是因为里面的主角有一种百折不闹的精神令人很景仰 而今天我们香港也有一个百折不闹的典范 她也有今天的嘉宾就是我身边的李曾超群女士Maria Maria 欢迎你 Maria 其实2000年的时候有一件很轰动香港人的事情 就是超群饼店要清盘 当时是一个很恶然的身份的消息 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你的生意是很大的 包括了香港、台湾 甚至将香港的做饼的文化去到美国、加拿大 但是为什么在一个这么大的生意里面 突然间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你忽然之间 这个消息是忽然之间来的 因为一直都是做得好地地的 是没有人会想得到的 是没有人会想得到的 因为我可以说我顺座人 我不是一个生意人 我是读社会心理学 一直都是做社会工作 都是做义工的 但是越做我就越觉得 就是做这些社会工作 需要很多钱投资下去 才能做到的 那时候我就在教别人做蛋糕烹饪 那些人就说你做蛋糕那么好吃 为什么不开店铺呢 我说是呀 就是对于做生意一目所知 但是我去试一下 立刻一说我就去找店铺 就为了帮人的决心而去开始你的事业 是的 我就完全不知道那么多东西 我做些饼出来就卖给人 最多我做不切就请几个师傅 我做得很高的帮忙 那结果呢 就开了店铺之后 就觉得原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开店铺牵连了很多问题 我那时候又要做到 在香港第一个是 有得送货的 可以和别人送货的 还有包装上面要很漂亮的 很多样东西 我就要做多 就是与众不同的 一路将它做的时间 就当一件艺术品做先 第二样东西 亦都想希望那些艺术品的东西 可以吸引到别人 就是来买 第三样东西要做 那些品质要不同 所以我就用很多时间去做这个生意 一半是兴趣 一半是因为要找钱 还有我就请了几个师傅 师傅就是很有经验 还有他们做些饼出来都很合我心意 那我就觉得OK 那我就将胶饼的工作交给他们 然后其中选一个师傅 比较有经验 多些的 比较醒目一点的 就找他做个头 那我就没有管那些 我就管楼面 在外面请一些女孩子 卖饼 我自己没有写字楼 那时候坐在舖面 后面的一个角落 一张写字桌 我就在那里 就当我做写字楼 在那里计算 那时候我又不懂 又没有秘书 不用说了 没有秘书 没有回计 管理货仓的人 又没有 什么都没有 出货入货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在实践里面去学习 对 一路做一路学 原来做饼 我才发觉 有很多很多东西要用 例如罐头的水果 又有糖 又有油 有很多很多名堂 要写出来 我自己设计一个入数宝 这么大本的宝 所以原料全部都写出来 全部写出来 一出一入 这是日子 几时几日 就拿了什么 入了什么货 全部都要管 什么都要我做 到了收钱 晚上收铺 就要计算 又是我 要数银子 山铺连拉杂 那都是我 做到 上了轨道 然后知道 我就应该要聘真会计 我的数字越来越多 又要聘请秘书 我亦要找地方做写字楼 差不多有大半年才有规模 即是由大半年都开始 规模已走出 即是承认 觉得像是一个公司 里面都有需要的人才 不是我一个人做 至到有规模之后 又如何发展 分店 一路开了 一路开了之后 又开咖啡室 酒楼 又有很大间餐厅 越多开越大 不知不觉中 变成公有一个小店 变成一个企业公司 很大 那时我还有一个企业 开始开去台湾 开去美国 一路开出去 越做 去到台湾就变得好 我就觉得 我的生意做得这么大 我说我将来 生意如何修复 因为我的弟弟 全都不是做生意 全都是专业人士 全都是专业人士 他不是医生 只是律师 他怎会做生意 我觉得这个生意 已经做到这么大 如果你说删了他 很可惜 不如给一个人继承他 我就以为 不如我找这个伙计去继承 想着他 是帮到手才会这样做 想着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继承人 我将股票一半给了他 不要收他一个先 送的 全部都是 我现在是当你是我的儿子 绝对是 我将一半的财产给了你 我说你就好好地在那里做 我现在升了你进去董事局 做了董事 管理台湾这一档生意 应该一个人是否很满足 应该是因徒步 应该尽力地去做 谁知道 刚刚相反 那时候我交了给他 全都给他 全都给他管了 台湾就去做管理 又跟他去大西洋 美国的大西洋 刚刚有一个西饼的展览 西饼机器的展览 带他去看 我现在不流行人手 我说要看多少机器 可以代替人手 他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因为他见到 这么好继承 怎样我不自己去开一间 他经常以为 做超频做到今天 是他的功劳 他说如果没有我 你怎样会有今天 他觉得你一个女人 他没有想到 这些是我的 第一是我的决策 第二是别人信任我 我说别人知道你是谁 你知你某某人是谁 但他不是这样想 他觉得是他 所以他说 我自己既然做得这个 他现在说给我 他觉得他在一个女人之下 是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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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女人之下 他占给我的 我是不爱 根本这个事业 是我创出来的 为什么要用你的名字 我又要用你的名字去做 他就开始静静地 一个一个我的师傅 辞职出去 把好的师傅全被调整 好的师傅 他自己在外面另起路 一路一脚搭了两船 别人都直接向我提 他说你瞎着他有起伙伪 他有起伙伙伪 我就不知道要是否信 或者连过他这如此好的条件 我说 markers 还要握 Treasury 譬如我发现 我发现 wu 伙伪 相關非常好 收了很多錢 他們納了錢不進銀行 拿去買股票 因為金融風暴 股票的錢跌了 變成虧空公款 他不敢說我聽 他靜靜想將公司賣了 拿一筆錢給我 當是賠給我 誰知他欺騙我 人又欺騙他 即是買給別人 例如我快點買給你 你說要外賬 徒然 就買了 好 我跟你買 給我一些訂金 我先給你訂金 我可以跟你買 他不太懂得法律 因為他沒有讀多少書 一個整餅師傅 他不懂那些東西 他不懂得收訂金 應該要去律師樓做手續 簽在律師樓做 他根本不懂 他就說我給了一些錢 你完全沒有東西給我拿回手 你有甚麼可以證明我給了訂你 你給公司賣給我 你知不知台灣的公司印 那些錢是皇帝賣 很重要的 他認賣就不認人 你用甚麼公民 你一定要外國公司印才認 你簽名也沒有用 他就說你給公司印 他又不知道公司印是要這麼厲害的 他就說我給公司印,反正是你 他就給他 給了之後 到那天交易 他就說我們去交易 交易是甚麼 就已經假裝沒事了 但假裝他那間公司已經是他的 即是章他拿了 他說我們去成交 我那間公司賣給你 他說你公司就給了我 他說你甚麼時候給了你的公司 他說你的章給了我 就是了 他說他 他說他給了一個章 你就是了 所以我說一個人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很奇怪 這個人做錯了這麼大件事 人家就說快點告他 拉他坐牢 我說我告他有甚麼用 他說他怎麼賠了幾億元給我 他拉了他坐牢 而那些兒子 老婆食物呢 因為我是讀社會工作的人 社會是讀心理的人 我就會覺得 我間接就是害了這些 無辜的小朋友 我不想這樣做 我不鎖他 我任由他 這個時間很奇怪 我沒有去懲罰一個 做錯這麼大件事的人 我沒有懲罰他 但是天懲罰了他 他很年輕 他出來之後 做他自己的公司 就以為他很開心 誰知道天懲罰他 他就有癌症 還是喉嚨癌癌 他自己都說我做食品行 為何要天天是喉嚨癌癌癌 後來就離開了 或者這樣 我們先休息一會 再回來 Pan Maria 說他的真人真一實的故事 是 KANTAS手錶 以卓鱷永恆設計 高品質及合理價格 滿足消費者的要求 視像的外形設計 適合每天配戴 謝謝 嘩嘩嘩 空氣壺逐減到氣速 可能哮喘發作了 控制哮喘現在有白三氣阻斷製 它是全球哮喘指引建議 裡面主要的藥物之一 和風料理好滋味 蕭暫放題任君賞 居酒屋大吉 是和食潮人的必然之選 一個全新秘密 令你看起來更年輕 暫薪拿生科技 納黑白 精緻點心 考手製作 延續傳統 不斷創新 理想點點心專門點 是你五星級的選擇 HEQ 是日本最強的頭髮增生技術 查詢 64167330 64167330 常勝海鮮 油膏廚炮製 秘製焗蠔 漁川炒辣蟹 屯門家彩漁川酒家 煮出海鮮色香味 歡迎大家回來黃金屋 除了有我John Lye之外 亦有我今天的嘉賓 Maria 李青椒群女士在這裡 Maria 其實你放過出去之外 其實你背了身債 我知道當年其實你已經70歲人了 你做了一個決定 跟別人很不同 可能很多人都可能說 那麼大年紀 你 你兒子女女是專業人士 沒有理由不養你的 可能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將他破產 那就安安落落 但你的決定跟別人很不同 你說 我要負責任 你要把這個債務 放回自己身上 我告訴你 因為我不肯破產 我就覺得 如果我破產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我有三個是專業人士 他隨時都養得我氣 沒有所謂 還有四年破產 你也知道 回來 一身債也沒有了 但是我的人就算不用理 也是不理銀行的錢 但是我 朋友的錢 我都要還給他 既然我朋友的錢 我都要賺錢還 即是盤生意裏面 有些是朋友的錢 連銀行那些都一樣 都要還 大家都供到 因為跟銀行借錢 我也要做擔保人 我做了擔保人 一個簽名就是一個承諾 這個承諾的事 一定要做 那時子女都說 媽媽你怎樣去還 那四千多萬 這個壓力 好像你的天跌來一樣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你怎樣去還 那四千多萬 現在你什麼都沒有 因為那時清盤 我不想欠我的員工 所有我有相當多的員工 有這麼多的地方 來成千多人工 我全部都用我自己的私人錢 和我的普通都拿不出來 給我全部的員工 所以員工到今時今日 都對我非常好 一樣過年又來拜年 我生日就請我吃飯 員工就當我是媽媽 一定是 是個母親 有一個老闆 能夠這麼好 說 我欠你的 我會給你 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但當你做了決定之後 你又怎樣去還這個錢呢 到了決定之後 我一定要改變我的生活 我便說 一個人我覺得要面對現實 你有一個生活這麼豐富 有車 有司機 我自己一個人住三千多呎 但一搬搬了 又這麼大 這麼小 很多人都覺得 你行不行 我說不行 你這個人都是要生活下去 你什麼都要適應 我便說 有娅姐頭已經好好了 自己要滿足 想著也好 又有三餐飯吃 就算很好 三餐飯都要找 怎樣找呢 什麼都去做 你信不信我呢 大琴姐我都去做 你說是否好笑 人家覺得 大琴姐都去做 我說是呀 人家還說我好名 說我好名婆 我說人家喜歡叫我 不過那些針茶 就不像人家拿著托盤 遮些茶 不是的 那時候我十歲 我就開始 畫那些中國話 寫詩詞 我就會說到一些好意頭的東西出來 是他們很喜歡聽的 不是那些俗套的說話 是一種比較文雅的 又有詩意 有些詩意 那些很好聽的 那些 好像唱歌 唱出來 他們很喜歡 雖然用千元 但我去那裡又吃一餐 已經很開心 用千元 我都收了 你知道嗎 但也不夠他做大琴姐 一年沒有多少結婚 我不是做大琴姐 我做很多其他 有時做人家公司的consulting 有些食品人員就聘請我去 他們喜歡我的名字 就揮出來 我家公司清盤 不是我的人清盤 我的人還未清盤 都可以說我又不懂 做到懂 做到的目標是對 而且一直發展上去 人家都覺得我都是有本事 所以會請我做consulting 很多人做到5點的時間 都找我 我和他們收拾店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整整一下 很多人找我做consulting 做consulting 每個月都有分萬多萬元 那萬多萬元也挺好用的 不能不提 有一間 都是食品公司裏面的大老闆 他自己 在深圳開了一個廠 專門做那些餡料 做連用餡料 他請的是香港師傅去 他很好 他說 Maria 你如果喜歡 做什麼餅什麼東西都好 你想做實驗也好 什麼都好 你去用我的廠 我說我用你的廠 我要付多少錢 我問他 不用付錢 他說你教我的師傅做cookie 叫我 你可以在那裡用 那時候我未曾清盤 我們的月餅都是很出名 五人月餅 沒有人做到 吃下去口很鬆 又不是很甜 又不是很 味道不是很厲害 每一年就是月餅的季節 我就買那些月餅 專門買五人月餅 就開始 宣傳 說你曾招群現在自己出來 做回他們很出名的五人月餅 到了每個年的時間 我又做高 我做的高 也是香港沒有人做的 是我幾代寸下來的 做的方式 是用那些 是專門用那些 組融 來猜測那些高 那些也都香港沒有人有的 我也是做那些高 出來買 但在這個收入OK的情況裏 其實你自己的生活也很節制自己 唯有還錢 其實你那個生活的質素也 降到很低 是降到很低 你要我怎樣節省呢 我就走去那些 說話又好笑 走去那些 那些超級市場 有很多試食的 你有沒有去過試食 有有有有有 他有時找些東西煲 很多東西煲湯 你又去到飲食 我去到他一來到 他就說 你看你嘗試一下 那些人都很認識我的 那些湯很漂亮 是不是的 我這些湯 你這麼多東西 雜雜雜的東西煲 什麼東西來的 你試一下就知道 沒有味精 他就買廣告 給了少許一杯 給我 我說我不喝 你這樣一口 我怎能喝得到 那些味道是否真的 我一口我不喝 實際我就想他給多一點我 他說 我給多一點你 就拿了一個大杯 裝了杯給我 給杯來喝 給杯來喝 他就給杯給我 給你一杯 慢慢在這裏享受 很好喝 他就擔張椅子給我 坐在他當口旁邊 叫我慢慢喝 他比你還好 我就在喝他杯湯 他就拿我來做代言人 你看人多開心 多舒服 他就慢慢享受 那杯湯他說好喝 所以我給他這麼大杯 實際我就 拿那杯湯就當我的頭盤 再走過一點 那些人在這裏買 買那些鍋 就說可以焗蛋糕 那就對了 我真的想研究一下 我怎會每個鍋 可以焗蛋糕 他又焗了蛋糕在旁邊 他說不信 你看我切塊蛋糕給你試一下 我就說 我是專家 我都未見過 那些 這個煲可以焗蛋糕 焗蛋糕用焗爐 焗爐 我也是好奇心 我就告訴他 是不是可以的 我說我不信 他說不信 你試一下 這個蛋糕剛剛焗起 他切了一塊更熱 切塊給我 我說切大塊一點 我說你大塊一點 我先看它鬆不鬆 他就切大塊一點給我 吃到我飽飽 那一餐 試吃就吃了一餐 也叫過了一餐 他說我這個事業 他在另一個市場 都可以試其他東西 那一個期間 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 對 很多時候我都會在那裡試吃 免費吃一餐 就是這樣 還有那時候有一個人對我很好 他經常請我吃飯 十年就是這樣過去 是的 可能是住的 都是在別人的地方 減租 不用自己租金 不用付租金 吃到最 折劍的 過了十年 就把幾千萬還回給別人 是的 將它還回給別人 就是這樣 今時今日 Maria你還出書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將要出這本書給觀眾認識一下 我兒子做醫生 他們做敏感科 他覺得 香港有很多很多人 都有敏感 他就知道我喜歡寫 很多烹飪書 媽媽不如你和我寫一些烹飪書 給一些有敏感的人 吃得的菜 我做了五十幾個 中菜 他說西餐的這些書就有了 中菜沒有 他就要我和他寫一寫 現在暫時我和他做的是四樣東西 就是花生、牛奶、雞蛋和海鮮 海鮮就是魚蝦蟹的東西 很多人有這幾種最敏感性 是最普通的 我做了這四樣東西 可以吃得的菜 做完之後 原來結汁 都不可以 你都不知道結汁裏面 不知道有花生還是有種東西 是不可以的 他說這個你不可以用 就拿了出來 所以我這些食譜裏面 第一次寫東西 不用豉油 豉油是豆做的 因為很多人對豆有敏感 所以寫這裏是多難的 寫這食譜 多難 但我很小心和他寫 這本書就算你不是雞蛋敏感 不是花生敏感 或者不是什麼 我說 都不妨吃一下 因為裏面 所有的材料 都沒有什麼敏感 連醬油都沒有 所以就算是豆敏感 都不要緊 對於一些有敏感症的朋友 這個是一個福氣 以後有敏感症 都可以吃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因為有Maria 出了一部食譜 教大家去煮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又不怕會吃了之後敏感 今天很多謝Maria 又講了關於 她的親身的經歷 她怎樣去成功 又要幫助人 而去建立一個很大的事業 亦都是因為一個信錯了人 雖然令到她的事業受了 但今時今日 亦都是用她的毅力 在十年裏面 將所有的債項還清 亦都是一個很勤奮的人 不斷地去學習 不斷地去做善事 不過是不老的象徵 Maria 很感謝你 今天做我的嘉賓 今天節目時間夠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各位想看我們的節目重溫的話 就可以來我們的網頁 www.avis510.com.hk 如果大家是用智能手機的話 也可以download我們的apps 隨時隨地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Page 10 再次我們催 tarых 0 拜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